大家好,我是大雄 9月18日,乌克兰安全局的一名消息人士告诉透露 乌克兰无人机在夜间成功瞄准并袭击了俄罗斯特别尔州的巨大武器库 9月18日早些时候,俄罗斯人在电报频道上分享的照片和视频显示 托罗佩茨镇的一个弹药库发生了多起爆炸,并冒出了大量浓烟 托罗佩茨镇有11000人口,位于乌克兰边境1470公里和莫斯科以西370公里处 特别尔州州长伊格尔·鲁登亚报告说 由于无人机碎片坠落,托罗佩茨发生了火灾,但声称情况得到控制了 鲁登亚后来宣布,该镇的部分人口将从防空正在运作 且火势正在逐步扩大地区撤离 据俄罗斯国家媒体俄新社报道 托罗佩茨镇的居民被疏散到了该镇东南35公里的巴伯德纳亚格维纳镇 据乌克兰安全局的消息来源称 来自乌克兰安全局、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 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一起袭击了储存弹道导弹的仓库 里面储存了包括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防空导弹、炮弹和KB制导炸弹等 据消息人士透露 这次袭击实际上把俄罗斯国防部主要导弹和炮兵部门的一个大型仓库 从地球上抹掉了 消息来源说 在乌克兰无人机抵达后 一场极其强大的爆炸开始了 受影响区域宽度达到了6公里 乌方称 乌克兰情报局与武装部队的同事 一起继续有条不紊的减少敌人 用来摧毁乌克兰城市的导弹潜力 据乌克兰方面透露 俄罗斯托罗佩茨第107军械库 在乌克兰无人机昨晚袭击后严重燃烧 该处仓库存放着数千吨的俄罗斯弹药和导弹 第107机械库随后发生二次爆炸 爆炸声一直震撼着这座规模庞大的机械库 美国NASA发布了卫星照片 从太空中也能看到 俄罗斯第107机械库燃烧的场景 被乌克兰无人机点燃的俄罗斯 托罗佩茨镇弹药库面积巨大 超过5平方公里 周长超过12公里 在弹药库屡屡被乌克兰摧毁的情况下 俄军还敢将军火如此摆放 看来俄罗斯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是相当严重的 不能够及时的从实战中吸取教训 据乌克兰情报局透露 乌克兰正在计划对其他的俄罗斯军事设施 进行类似的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一共有54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在周二夜间被击落 但他们并没有提到任何 在特威尔州被击落的无人机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上午8点的报告 俄军在库尔斯克州上空 击落了27架乌军的无人机 在布良斯克州上空击落了16架 在斯布朗斯克州上空击落了7架 在比尔格勒德州上空击落了3架 在奥利尔州上空击落了1架 法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欢迎2500F战斗机 但在交付之前 这些飞机将进行重大改造 以使其能够打击地面目标 据法媒报道 欢迎2500F飞机最初设计用于空对空作战 目前用于发射空对空导弹 但这次改造将扩大其多功能性 改装工作将在法国军备局 位于卡佐的空军基地进行 这些战机将在那里配备进行地面打击的装备 军备局飞行测试部主任布鲁诺 证实这些改进将有助于乌克兰军队 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他还强调这些战机正在不断的升级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据AIR称 幻影战机的这种能力并非全新 类似机型如希腊幻影机 已经具备携带空对地和空对海弹药的能力 改装后的飞机可能配备先进的武器 如巡航导弹或飞鱼反舰导弹 进一步的升级也在考虑之中 比如集成激光瞄准吊舱 以发射精确制导弹药 然而这些改进在全面投入使用之前 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测试 法国总统埃马克龙于6月6日宣布 将向乌克兰转移一个未具体说明的型号 但没有提供时间表 在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 马克龙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还表示 他的国家将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明天我们将启动一项新的合作 并宣布将法国制造商达索制造的 欢迎2500弹动机转让给乌克兰 并在法国培训他们的乌克兰飞行员 他在现场采访中说 图片2024年9月9日 乌克兰第15国民警卫队旅的炮兵 在对内斯克州布克罗夫斯克附近 操作了一门MSTB前眼式榴弹炮 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州 旨在夺回乌克兰控制领土的反击已被阻止 该地区乌克兰军事管理局的一位发言人 于9月18日告诉法新社 该声明是在乌斯科对俄罗斯地区乌克兰军队的 弃义发起反攻一周后发表的 他们试图从侧翼发动攻击 但被阻止在内里 发言人德米特拉什科夫斯基告诉法新社 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今天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他们没有成功 这位发言人只承认 俄罗斯取得了一些小的成功 俄罗斯人进入了其中一个定期点 他们开始为另一个和解而战 但仅此而已 他说俄罗斯声称仅在反攻的第一天 就夺回了十个定期点 并宣布此后进一步的推进 乌克兰于8月6日初 对库尔斯克州发动了跨境入侵 据称占领了大约100个定期点 和超过1300平方公里 莫斯科军队上周发动了反击 试图将乌克兰军队 从他们在俄罗斯领土上的阵地驱逐出去 俄罗斯尚未对 德米特拉什科夫斯基的声明发表评论 但在9月17日的例行更新中 没有提及任何重新夺回的新定期点 穆斯科在同一天声称 他已经击退了乌克兰 在乌克兰突出部以西的 库尔斯克州的几次新尝试 乌克兰州长利萨克9月18日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南部 地念波罗比的罗夫斯克州 尼克波尔区发动袭击 造成一人死亡 包括一名九岁男孩在内的四人受伤 这名儿童和两名年龄分别为43岁 和69岁的妇女在M市的炮击中受伤 早些时候报道称 尼克波尔市的一次自杀式无人机袭击 已造成了一名42岁男子和一名36岁女子的受伤 在9月18日晚些时候的更新中 报告说受伤男子已经死亡 向家人和朋友表示诚挚的哀悼 州长补重说 俄罗斯军队定期向乌克兰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开火 目标是医院等设施 地区当局9月18日 早些时候报告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各地的袭击 比前一天造成至少4名平民死亡 至少22人受伤图片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于2024年7月18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密尔沃基市的论坛听取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天的演讲 据报道 美国前总统现任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正计划 与波兰总统杜达联合露面 并相信他可能将在下周与泽伦斯基总统会面 特朗普和接近他的消息人士9月18日表示 包括泽伦斯基和杜达在内的外国领导人 将在未来的几天内齐聚纽约市 参加第79届联合国大会 可能啊 是的 当记者问他是否计划 在访问美国期间与泽伦斯基会面时 特朗普回答说 他没有提供有关任何计划会议的更多细节 熟悉安排的消息人士9月18日告诉路透社 特朗普还计划与杜达共同出现在B级法尼尔州 一城附近一座波兰裔美国罗马天主教圣地的纪念碑上 消息人士称啊 这些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消息人士说 如果沿河露面继续进行 肯定会有机会简单交流 谈论最重要的话题 杜达的助手帕普罗夫卡表示 杜达的办公室没有主动与特朗普会面 他说 组织者受邀杜达和特朗普参加纪念碑的揭幕仪式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真的会出席 宾夕法尼尔州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战场州啊 拥有大量的波兰裔美国人 副总统哈里斯在同样与宾夕法尼尔州举行的9月10日 辩论中啊 利用波兰裔美国人社区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 他说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宾夕法尼尔州的80万波兰裔美国人 你会为了好心而多快的放弃啊 以及你认为与一个会把你当午餐吃掉的独裁者的友谊 民族主义政治家杜达表示 坚决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 同时啊 坚持波兰的利益优先 并与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共和党人建立密切关系 特朗普和杜达于4月在纽约市会面 讨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问题 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在与哈里斯的辩论中啊 特朗普拒绝直言不讳的表示啊 他希望乌克兰能打败俄罗斯 特朗普和杜达斯基啊 自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以来 就没有亲自见过面啊 杜达斯基于7月19日与特朗普通电话 杜达斯基在8月表示啊 在9月访问美国期间 他打算了向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特朗普啊 介绍他的乌克兰胜利计划的细节